大家好,我是溜溜,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家狗狗一直在我前面在舔我 自己去玩了,不要打扰我好不好 今天这个视频我真的超级超级期待 而且我已经忍了两天了 我就是想给大家在视频当中来做这个开箱 所以我就一直忍住没有打开我的箱子 你们可以看我后面都堆满了我最近买的东西 有私服来买的东西,有在网上买的东西 然后这边也堆满了很多的箱子 最近我真的是收了超多的快递 好像进入11月之后就开始进入了剁手机 我就会不停地在网上买买买买 因为真的很便宜 好像把一年所有去的东西都会在这个时候把货给囤齐 而且每次看到网上有什么折扣很低的包包啊鞋子啊 就哪怕不是自己之前喜欢的种草的 只要我看到它价格非常的划算 还有款是我第一眼看上很喜欢 我就会很心动很想去买 但是我每次都告诫自己一定要不能冲动消费 因为很容易就会买很多没有用 或者是你买回来之后又不经常穿的东西 第一箱东西呢是我从国内的淘宝 然后走Superbuy的转运寄过来的一箱淘宝上买的东西 还有两箱呢是我前段时间在一个买手网站上买的一个包和一双鞋子 之前我有在微博上发过 特别期待的就是那双鞋 所以先从鞋的开箱开始做吧 我现在特别特别的紧张 因为那双鞋我其实是忙买的 之前也没有试过 只是在网上看到它那个图片觉得非常好看 我就立刻下单买了一双 而且当时正好有我的码 你们知道每次打折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断码的就是37和38 那废话不多说 赶紧打开我刚买的这双鞋吧 这个就是我刚买的这双鞋 它还蛮沉的 可能是因为它里面那个鞋盒比较重 我已经提前把它前面的封口打开了 我真的超级的紧张 我怕它不好看 万一不好看我会拿去退 你们看里面它是这种特别粉嫩的包装 我这个网站我也是第一次买东西 之前也没有买过他们家 但是他们家里面的这个包装真的好可爱啊 而且它里面有这种就是带着花纹的这个纸给包好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粉色的信封 我对这种粉粉的东西毫无抵抗力 我先把它这个纸给打开 然后这个信封先放旁边 你们看这个就是鞋子的鞋盒 我也是第一次买这个牌子的鞋子 之前也经常在网上有看到过 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脚踝上的那个绑带 就有一个扣子的那个 那个非常的chick 然后我买了这双呢也带那个绑带 但它是和鞋子一体的 来给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这鞋盒真的挺沉的 你们看都是所有的那种稍微贵一些的鞋子 它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防衬带 里面这种黑颜色的绝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激动 但是后来我去网上看的时候 这双鞋它已经sold out 真的断马断的特别快 太美了 就是今年很流行的丝绒velvet 它这个就是全部丝绒的 然后之前我在网上看这个图片的时候 觉得它很复古很复古 而且它那个模特是穿了一双黑色的丝袜和一个长的裙子 就整个搭配的风格都让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你看这个鞋摸起来好有质感 它的这个前面鞋脸是紫色的 然后这个鞋的第一个扣子是姜黄色 比较深的姜黄色 然后这个就是它脚踝上的这个扣 是一个九红色 我觉得它这个三个拼色也非常的漂亮 说不上来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不知道这个鞋码我穿合不合适 因为有的鞋子它会偏码嘛 而且它这个是尖头的 我就很担心会偏小啊 可是不知道 我就是买了37码 我没有往其他地方想 我也没有做攻略 我把另外一只也拿出来 比我想象的要好看很多 我之前还怕拿到它之后 我觉得它会有一点点的俗气 因为它的配色是比较特别的 这种三个颜色嘛 我还怕它不好搭衣服啊 或者是就是拿到以后 食物没有图片上那么好看 我的所有的顾虑都是多余的 食物比图片上还要美 它这个颜色很暗 不是说那种很鲜艳的黄和紫 还有红 真的超美 就是你看它这个鞋的脚踝的这个绑带 它们家非常经典的这个扣子 然后有两个 一个是在脚面上 一个是在脚背上 这种在 不 一个是在脚踝上 这种在脚踝上的扣子 就可以修饰你的腿形 让你的腿看起来更加的修长 然后我现在上脚看一下 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试给你们看 所有这种比较贵的鞋子 它前面的鞋底都是真皮的 我一般都会在网上买CM的那个贴鞋底的贴 把它贴起来 或者直接去商场把它贴起来 因为这样可以帮你的鞋底 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因为你会踩一些石子啊什么的 像这种真皮的鞋底真的非常的不精彩 如果你贴一层那个鞋底贴的话 就会让你这个鞋子的鞋底寿命长了很多 你等到第一层那个鞋底贴被磨损之后 你还可以撕下来 然后继续穿里面这一层 所以我建议大家所有这种真皮底的都可以去贴一个鞋底贴 这个实物的颜色比在网上看到的图片颜色要深了很多 所以我非常的满意 然后也不需要担心它不好配衣服 它这个颜色其实没有那么的突兀 而且我刚才试了一下之后 我觉得它尺码啊包括舒适度啊 我都很满意 真的超级超级喜欢 我可以不用退它了 虽然我是第一次买这个牌子的鞋子 但是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会多关注关注这个牌子 真的非常的美 就很适合喜欢复古风的女生 我在买之前呢 有去Etico的官网上看了一下 他们online shop里面都有哪些合作的网站 其中就有一家是我说的这个猫达Operandi 然后这家网站它的定价也是 所有的这个牌子的鞋子的online shop里面最便宜的 再打一个五折真的太划算太划算了 这个鞋还是今年的新款 所以一般在欧洲的话 你是不可能买到五折的这个鞋 我也在小红书上啊 还有微博上啊搜过这个鞋 真的这个价格我买到之后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小经理 好了 我们就先不说这双鞋了 来开下一个箱子 下一个箱子我也非常期待 是一个我想买很久的包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这个包一激动我买了两个 因为我当时很慌张 不知道该买哪个颜色 我觉得颜色都好好看 我想哎反正五折我就先买了吧 买回来之后看哪个好看我就留哪个 这个就是我的包 但这个箱子比刚刚那个鞋要轻了很多 这个包很小 我也是提前已经把它这个前面的封口给用剪刀划开了 还是像他们家之前我打开的那个鞋盒一样的包装是这种粉粉的 然后这个包是一个应该已经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牌子 就是他们家非常有名的盆栽包 然后这个包之前我也是种草了很久 网上最火的是那个黄色的还有绿色的 正好我看到这个网站在打折 但是他们家打折的款式只限于几款 我就挑了一个深蓝色和一个米白色的 米白色那个我还没有收到 这个是深蓝色的 好紧张 为什么拆快递是一件这么开心和快乐的事情呢 每一个有快递的日子都是值得期待的 它好可爱 它是这样把它就是直接这样包成一个圆形的 就顺着它那个包的形状包 然后它里面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袋子 直接是套着包 好可爱好小啊这个包 比我想象的小多了 是不是超可爱超级迷你 然后我买的这个呢是这种塑料的手柄 这个蓝色的手柄是配这种爆纹的 我还买的那个白色的手柄是一个黑颜色的 他们家还有一个系列是配的手柄是金属的 我觉得那种金属的手柄看起来也很有质感 这个虽然它是塑料 但我觉得还质感还不错诶 而且它这个皮质摸起来真的挺好 就一看就是怎么说 没有那么便宜的包 我把里面的纸拿出来看一下它的容量 我其实心里已经有数它不会很大 但这种包嘛越小越可爱对不对 你看它这个包虽然这样看起来它很小 但我觉得它还算比较实用的那种 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放不进去 我的手机是7plus 我放进去看一下哦 你看它其实是完全可以没有问题 把它手机给装进去 虽然会露一点点的边边 然后它里面的空间呢 还是够放一个口红 一包纸巾 再放点零钱 车钥匙 完全足够你平时日常带出去使用 像这种很小的包啊 你就不需要考虑它的实用性 因为本来它就是那种很可爱很chick的设计 如果它大了反而就不好看了 它还有一个size是 这个是15厘米的 还有一个是20厘米的 20厘米那个其实也很好看 那个就会更加实用一点 但是比起这种小的来说呢 那个大的就会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特别 这个你拎在手里就会觉得好可爱 而且你每次搭配衣服的时候呢 这个包其实都会给你整体的搭配增加一点的亮点 我当时买这个颜色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个颜色很好搭衣服 我想说就是我很多那种鲜艳颜色的包啊 绿的我也有了 橘色的我也有了 然后平时也会有一些黑色白色的包 然后这种蓝色包我从来都没有买过 这个蓝它属于那种比较深的蓝 好像跟我今天身上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好像 这个蓝就最近也是非常火的一个颜色 那我还买的是另外一支是一支白色的 那支我也非常非常期待 就是如果到时候我收到之后 两支我都很喜欢的话 我可能会两支都留下来 它这个皮质也是那种荔枝皮 我仔细给你们看一下 那上面的纹路了吗 摸在手里也非常的有质感 而且它这个包好软好软的 它下面这个底还是做的挺厚的 所以虽然它上面的这个口有一点偏软 但它下面这个定型做的还蛮好的 下个星期 下下个星期我要去Vegas过赶紧 我会戴上这个包 戴上那双鞋 然后都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进入下一个开箱 就是我的淘宝转运的开箱 这个箱子就有点大了 哦超级沉 因为我还买了一件大衣 我昨天晚上收到这个箱子之后呢 我就把它先打开了一下 但是我忍住了没有把里面东西拿出来 你们知道忍住不开快递是一件多么多么痛苦的事情 我是属于那种第一时间拿到快递 我可能在电梯里我就把它拆开的人 每次我拿完快递之后 我男朋友都说哎你不能等一等 到家之后你再把它打开吗 等不了完全等不了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大衣 我是在一家 嗯我很喜欢的网红的店里买的 然后这个牌子 哦不是这个牌子 就是这个网红他们家的衣服质量都很好 而且设计也非常喜欢 我买这件是一个这种豆绿色的大衣 哦好像有点皱 这样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好看 我会把它上身的图片放在这个屏幕的右边左边 whatever 它这个大衣是双面泥 今年非常流行双面泥 我是在想我没有绿颜色绿色系的大衣 马上又要到冬天了嘛 等到它转移过来正好我在LA可以穿上 结果它现在到了之后LA还是夏天 我现在穿毛衣都觉得好热好热 我直接把这个箱子放到我的腿上 这样拿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嗯看看还有什么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洗脸的时候用的 用来绑头发的一个发带 它是非常可爱的绿牙的造型 你看 但是前面有两个 像那种我可爱的发了牙 是不是很可爱 哦接下来就是很多很多狗狗的东西 如果你们家也养宠物 养猫猫养狗狗的话 你可以继续往下看 如果你对这部分不感情你可以直接跳到结尾了 嗯 这个是 这个是我在网上一家淘宝店给我们家狗狗店的 带在它头上的东西 嗯这个好萌啊 你看它这个小兔子耳朵超可爱 这个是给我们家秋秋就是那只小的雪纳瑞买的 所以我买了一个小号的 然后它这个上面是有两个可以露出它们耳朵的地方 所以如果是猫猫或者狗狗的话 在这种就不会不舒服 啊这个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给自己买的 但是我也给他们买了一个 应该还有一个一样的 它们家是可以定做的 就是可以根据你动物的尺寸 然后给你定做大小 我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猫猫狗狗都长得差不多大 也不是所有的尺寸 它们家都会有现货给提供 所以你可以跟老板商量给你的宠物定做 适合它的大小 然后先不找那个了 我先往下继续开 嗯 哦这包也是给他们买的 这个也是同样在我定做刚才那个小路的 大袋的地方 同一家店买的 然后这个是给秋秋买的 哦找到了找到了 就是这个 你可以给你的宠物定一个小号的 可以跟他们说给你做一个成人的 这样你就可以跟你的宠物带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拍照 就很萌很萌 如果你跟你的狗狗带着一样的这个造型 然后合拍的话 我觉得肯定超可爱的 哇好多好多 啊这个我还定了一座青蛙的造型 是给我们家柴犬的 所以这个会大一些 哇这个也好可爱有没有 我已经能想象到我们家小柴 戴上这个之后很滑稽很搞笑的样子了 谢谢谢谢 这个是一个圣诞系列的一个领结 还是微嘴之类的 就是可以戴在脖子上 这还有圣诞系列 啊这是一个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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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买的都是他们手工织的 所以价格可能会比那种 普通的宠物店里的衣服要贵一些 可是我觉得人家手工做的 贵一点有贵一点的道理 而且确实织的很好 这个是给我们家柴犬做的 所以稍微有点大 它是这样子 你看有两朵叶子 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脸 可以戴在柴犬的脸上 柴犬是超级萌 很适合戴这种变装的品种的狗狗 我自从有了我们家柴犬之后 我就很想给它买那种 很可爱很可爱的变装的东西 我觉得衣服已经太普通了 但这种变装的东西 戴在柴犬身上都很可爱 然后这个是一个 哆啦A梦的造型的 戴在头上的 还有一个戴在脖子上的 它的那个扫铃铛 这就是哆啦A梦的帽子 这可以把你们家的狗狗 变成一个哆啦A梦 这也超级可爱 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小衣服 这两件都是给狗狗买的小衣服 这个是我给我们家秋秋买的安全裤 秋秋是这母狗嘛 我怕它长到成年犬之后 就会怎么说出去遛的时候不安全 就给它买了一个这种安全裤 也超可爱 这个也是给他们买的小衣服 哦对我还给我们家的柴犬买了很多这种领结 我们家柴是只小公狗 所以大家这种领结会很帅气 柴犬就很适合带这种比较日系的东西 你看它前面也印了一个这种小黑柴的图案 超级的适合我们家柴犬 哦这个也是一个变装的 它是很有两个爱心的 可是这个好像不是他们手工支的 好像是他们统一的一个尺寸 就是那家店不提供并做 但这个比刚刚我买的那家店要便宜了很多 哦这里也是给狗狗买的小衣服 这里也是这个 下面是有一个萌 哦这个时候给狗狗买的小衣服 是用张黄色带小人点的 我觉得很洋气 天啊为什么他买了这么多的衣服 和变装的东西 啊我还买一个小黄人 这里也是给狗狗买的 可比他的头像是变成一个小黄人 哦终于是最后一件狗狗的东西了 一个这样子的 嗯叫什么项圈 然后你可以把 你可以把柴犬的头塞进去 就会特别的滑稽 我也是在网上看到有其他柴犬 带这个特别好玩 我就给他买了一个 哦我还买了很多的假睫毛 这家店是 之前我有看 谁 有一个YouTuber叫什么 黄颠颠对 他推荐这家 我就在他们家也买了一些假睫毛 嗯 完全比较自然的这种款式 我大概买了两盒还是三盒 我没有买很多 然后这个也是我在淘宝上买的假睫毛 是我之前有在爱用品推荐里面 推荐的那个牌子 我在淘宝上就多买了几盒 这个牌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自然 叫D-UP 嗯我又买了几个其他的 嗯 他们家的款式 这个我后面试用一下看看 哦最后两样 这个是一个 眼镜 对我想起来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支墨镜 就是如果你平时经常拍照 你又很需要变换一下造型的话 完全可以在淘宝上多买一些墨镜 这个就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一个 我记得是白色的对 嗯 像这种很便宜的墨镜 你就平时戴着造型啊拍拍照啊 丢了也不心疼 丢了摔了都不心疼 我再想看一下 不知道好不好看 好像还蛮好看的耶 哎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很流行这种白色框框 这个还蛮好看的 它这个近矿的形状还挺适合我的脸 如果是那种太大的话 我就不是很喜欢 我当时也是在网上看了很多人的买家秀 我觉得这个眼镜的形状还蛮好看的 啊 最后一样了 终于到最后一样了 这个是我在 我之前有推荐过那家耳环店 对我又买了一个 我没有这种很大很大的圈子 黑色的我就买了 哎 女人总是有无数个花钱的理由 然后这个 好大啊这个 但这种很大的就特别修饰脸型 你看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有没有 好啦 我所有的东西都已经 给大家翻完了 嗯 以上就是今天的开箱 最后我要玩一下我们家狗狗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可以继续往后看 哈哈 怎么那么搞笑啊 我们家翠翠也带上 翠翠你也带上啊 我们出个镜好不好 可爱吗 可爱吗 超可爱 好啦今天这个视频就是这些啦 希望你们能喜欢今天的视频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